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滥子的比喻是什么?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是印度教回应的第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印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永翻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大,浪费之财,去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招饥荒,就群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伐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虫鸡也没有能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娘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镜像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就吩咐扑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窄的,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他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就听见坐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了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栽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 他后天就出来寸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顿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餐忌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的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你常与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你当欢喜快乐 那么在上一次的课当中 耶稣是讲述了失仰的比喻和失前的比喻 那么这些比喻都教导的相同的内容 也包括今天的浪子的比喻 我们可以几乎将这些比喻视为一个大比喻 它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讲述的 耶稣说 当一个人悔改并且遵守福音的时候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会欢欣鼓舞的 法利赛人正认为他们是安全的 但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而迷失掉了 耶稣来寻找因罪而迷失的人 并将通过教导福音让他们归还给上帝的 这些税吏和罪能想听福音 所以耶稣就教导了他们 法利赛人本应该为此欢喜 但是如果他们不欢喜 也不会妨碍耶稣的教导 也不会妨碍他们 悔改顺从时 与他们一起欢喜的 现在来看第三个比喻 就是今天的浪子的比喻 那么这个总体的信息是讲悔改 羊和硬币 它是不能悔改的 但是他们容易被找到 因此 即使耶稣的信息 可以从这两个比喻中得到教导 但是在第三个比喻讲述的时候 会更加的强大 并且是一个能够真正悔改的呢 这个故事说到 有一个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 小儿子迫不及待地想要继承他的遗产 所以他要求他的父亲 现在就把家业分给他 我们知道遗产通常是在父母亲去世之后才给予的 但是这个父亲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就将小儿子的部分产业给了他 但没过几天 这个小儿子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去的永方 因为他想要过奢侈的生活 估计是父亲会不同意的 所以就帮到了一个 他认为父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地方 那么烂子的一词 意思是事无忌惮地去浪费他的资源的 因此这个比喻也被称为是烂子的比喻 之后在耗尽了所有的产业之后 他就变得一有所有 那么小儿子不得不去工作 而工作却是在喂猪的 并且是因为他太饿了 甚至要吃上猪吃的东西 那么这是相当的一个困境 没有食物可吃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人就醒悟过来 想到了父亲的家里是有足够的食物的 并且雇了许多功能 而他就在这里饿着肚子来喂猪 他就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 准备回家向他的父亲承认他对天堂 也就是上帝和他的罪行 并要求回来 只需要做一个仆人 那么他的态度就发现了最大的变化 他意识到了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他不再被值得称为他父亲的儿子 那么这就是一个态度的转变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到第二诗节 和他其比喻的其他的部分 这个时候小儿子要回来的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 这个父亲并没有去到儿子所在的地方 违背他的意愿将他拖回来 但是他也从未停止过 在寻找在等待 这个儿子是否回来的 那么这时父亲看见儿子回来的 就动了此心 跑到儿子面前满心欢喜地迎接他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招呼 本可以说去改变儿子的态度 想着父亲见的 他是非常高兴的 他可以就像以前不称离开一样的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这个儿子也没有这样子做 他就向父亲认罪了 说自己不配称为是他的儿子 要求只是当个仆人 但是父亲就不这么想 他就把仆人叫来的 给了他最好的长袍 并把戒指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了 还分复不能说把费地狗牵来宰了 因为他们要庆祝这个小儿子的归来 那么当大儿子回到家 他的父亲正在为小儿子举办一个派对 其中还包括宰杀的费地狗说 这个大儿子就向他的父亲抱怨说 他告诉他的父亲 他服侍了他这么多年 也从未违背过他的诫命 却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 那么父亲的回应是 大儿子是一直都在身边 这个父亲所有的也都将是大儿子的 而这个小儿子 也就是他的兄弟 是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欢喜快乐的 那么在这个比喻中 他的哥哥是文士和法利塞能的代表 以及那些是自认为是公义的人 就像哥哥认为自己是模范的儿子 从不违背父亲的诫命 这当然也不是真实的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有不服从父亲的时候 法利塞能也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是正义的 税吏和罪能 以及那些所有人里上帝的人 就是小儿子的 父亲就是神 上帝希望他的小儿子回来 当他悔改回来的时候 父亲就虽然接受了他 文士和法利塞能不应该因为别人回归上帝 而对耶稣生气 他们应该高兴 更何况他们本该是在跟随神 悔改自己的狂妄 选求真心跟随神 那么这个比喻有的时候是比较难事情的 因为我们都需要悔改 神才可以接纳我们的 问题是 我们将会放下骄傲而得救 还是说 会因为继续的骄傲而没事呢 好 今天我们的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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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